第561章 周元碾压 轰 雷鸣震动天地 雷青海双掌之间的雷硬猛地破空而出 雷光闪烁 宛如雷龙咆哮 在那一道道震动的目光下 携带着可怕的威能对着周元所在的方向笼罩而下 在那远处 周泰 吕燕等人见状 眼中皆是略过担忧之色 因为此时雷青海展现出来的实力 竟然比起原池寄中时的百里彻还要强横一筹 虽说他们也都知晓 周元经过九龙洗礼后 实力似乎是大涨 在未曾真正地出过手 所以对于此时周元的真实战斗力 他们也是有些不甚清楚 如果周元真的在与雷青海的交手中出现了被压制的情况 那对于其自身的名气 还是会有着不小的打击的 毕竟不论如何 他都是苍玄宗的首席 而雷青海只是出自小雷门 轰隆 在那诸多目光的汇聚下 雷硬带着雷光咆哮而至 然后当头就对着周元所在之地狠狠地镇压而下 下一瞬 璀璨的雷光便是将周元的身影淹没 雷青海傲力虚空 他望着那雷光璀璨之处 眼中一片森寒 张狂的家伙 竟然还敢硬看我这雷王印 既然是你自己找死 那也就怪不得我了 他这雷王印 是他们小雷门的独门元术 霸道无比 以往与人对战 不知道多少人败在他这雷王印之下 而眼下 这周元也将会成为他显赫战绩上面的最新一笔 在那诸多目光的注视中 璀璨的雷光持续了半晌后 稍稍地退却 再然后 其中的景象便是清晰地显露出来 雷青海第一时间看去 那周元被他雷王印击中 就算他的肉身再强 必然也会被重创 而被重创的周元显然不会再是他的对手 在雷青海心中转动着这些想法的时候 他的目光渐渐地凝滞 因为他见到 在那雷光之中 一道修长年轻的身影静静而立 在他的身躯上 似乎并没有任何的伤势 雷青海嘴角的冷笑渐渐地凝固 他看见 那一枚雷光闪烁的雷王印 此时悬浮于周元上空的位置 而在周元的身后 金色元气弥漫 宛如是形成了一片千丈星空 其中有着金色的星辰闪烁 一股股雄魂强悍的元气波动 源源不断地扩散出来 将那试图镇压下来的雷王印抵御在外 令得其无法跌下 华 那些注视于此处的各方人马 猛地爆发出哗然声 面色震惊地望着那一片千丈左右的星斗 那是 那是 元气化星斗 他们最终惊骇出声 因为他们都知晓 唯有当气府中的元气星辰达到万数时 方才能够显化出这般异象 而万数的元气星辰 唯有着一些底蕴极为扎实的天骄 方才能够在突破到九重天时 堪堪打倒 就如同那雷青海 虽然踏入了九重天 但他的元气底蕴 也不过才九千左右的元气星辰 所以他们无法想象 为何周园明明只是七重天的元气修为 可其元气底蕴 却是能够达到这种恐怖的程度 这 简直就是一个变态 而与局外人相比 雷青海此时无疑是最为的震动 他望着那元气星斗 心中宛若是翻起滔天骇浪 他之前以为周园不怎么动用元气 是因为 其自身元气 底蕴缠弱 但他哪能想到 周园的元气底蕴 竟是突破到了万数 他以为肉身之力 就是周园的仪仗 但却没想到 周园的元气底蕴 其实比肉身之力更可怕 怎么可能 他肉身已是如此强横 怎么会连元气底蕴还这么强 雷青海心中咆哮着 他在小雷门中 也算是天才人物了 但眼下和周园这么一比 那差距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不过对于雷青海心中的咆哮 周园却是懒得理会 他扭了扭脖子 经过先前的试探 他感觉自身的肉身之力 似乎也是较之以往 有着不小的提升 不然的话 先前也不会仅仅凭借着肉身之力 以及少量的元气 就能够和雷青海斗得不分上下 不过周园也明白 如今他的肉身之力虽强 但想要靠此击败雷青海的话 恐怕需要长时间的缠斗 但周园显然是没这个时间 跟他继续地玩下去了 周园伸出手掌 皮肤闪烁着浴光 血肉中的骨骼 有着荧光闪涌动 他的身影一闪 便是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了那雷印之前 他双掌猛然拍下 金色元气将雷印困住 然后双掌缓缓地靠拢 体内的元气与肉身之力 在此时尽数地爆发 咔嚓 双掌间的空间 都是在此时扭曲起来 有着空间裂纹若隐若现 而身处其中的雷印 虽说疯狂地爆发着雷光 但却根本无法脱离捆腹 只能伴随着双掌的靠近 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嘎吱声音 周园的双掌 最终彻地合拢 雷印则是在其掌心间 化为了银丝的光点 碎裂开来 有着余波肆虐出来 却被周园的双掌 硬生生地抗了下来 于是 那来自雷青海的最强元术 便是这样被周园凭借双掌 硬生生地暗灭了 周园随意地拍了拍手掌 然后双目投向那面色苍白的雷青海 似笑非笑地道 先前你说 想要看他我隐藏了几分本事 现在还失望吗 雷青海嘴唇如动了一下 却是一句话都未曾说出来 他望着周园那冷漠的目光 一股恐惧之意 却是渐渐地从内心深处攀爬出来 周园如此轻易地 就将他最强元术抹灭 已经足以说明 双方之间的差距 此时此刻 雷青海的胆破 已是直接消散 所以 他没有半点要回答的意思 直接是在那各方人马 惊怒的目光中 猛地掉头暴射而出 他的身影宛如一道虚幻的雷光 疯狂逃遁 因为雷青海总算是明白了 先前这位苍玄宗的首席 不过是在把他当陪我而已 当其真正认真起来时 雷青海虽然不想承认 但也得承认 他不是对方的对手 继续拖下去 他恐怕真的会死在这里 雷青海的逃遁 直接是造成各方人马一片混乱 特别是那些小雷门的人 更是急忙掉头跟着逃走 再不敢多留 一时间 那些围攻山顶的各方人马 瞬间溃败 在苍玄宗弟子的追击下 死伤惨重 倒是果断啊 周园望着那划过天际的雷光 但笑一声 只是那眼眸 却是颇为的冷冽 不过挑起了事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 你倒是想得有些天真 周园袖袍一挥 一道黑光猛的自秀中 暴射而出 迎风暴涨 赫然是天元笔 只见他呼啸而过 犹如是穿透虚空 宛如夜空中的流星 嗡 天元笔上 汇聚着周园的雄魂元气 那般威势 可谓是强到了极致 啊 远处那逃顿的雷青海 似乎是想要强行抵挡 但最终当天元笔暴略 周园立于虚空 面色平淡 手掌一招 天元笔呼啸而回 雪白毫毛 将一道满身鲜血的人捆住 掉在了周园的面前 雷青海满脸鲜血 面色惨白地道 周兄 之前是我有眼无珠 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我们小雷门虽然比不上 你们苍玄宗 但你们 又何必在这里多数一个敌人 周园笑道 先前你对我们出手时 都未曾在意过苍玄宗 眼下我又凭什么理你们小雷门 他的眼神冰冷 掌心有着元气凝聚 一掌拍出 显然就要直接下杀手 狂暴的静风扑面而来 雷青海害得魂飞魄散 尖锐的声音刺耳地响起 别 别杀我 我用一道六彩宝地的线索换面 碰 周园的手掌停在了雷青海的面前 静风震得后者脸庞上鲜血狂流 他眼神波动了一下 盯着雷青海 缓缓地道 你说的是六彩宝地 第562章 六彩宝地 天元笔悬浮在天空上 雪白的豪毛垂落下来 将那雷青海的四肢竞树缠绕 一些豪毛 甚至是穿透了近期血肉中 令得他连体内的元气 都是无法催动 此时的雷青海 就是一头带宰的猪 所以 当雷青海见到周园那满含杀鸡的一掌停下时 也顾不得脸庞上的剧痛 急忙点头 道 真的是六彩宝地 周园眼中略过一抹金色 所谓宝地 是玄园洞天中 一种特殊的区域 汇聚着极为磅礴精纯的玄园之金 而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 那些玄园之金 甚至会自动汇聚凝练 当玄园之金汇聚得越来越多 最后就会形成天然形的助神异宝 只要能够将其得到 那不知道将会省去多少采集 玄园之金的麻烦 周园他们眼前占据的这座山头 虽说有着不少的三色玄园之金 可估计 众人这么分散下来 周园虽然得到了不少 但恐怕依旧不够 凝练出一到三色级别的助神异宝 而雷青海所说的六彩宝帝 那也就是说 在那其中 有可能存在着六色级别的助神异宝 那简直比采集六色的玄园之金 还要稀罕珍贵 只要能够将其得到 那么带得突破到神府进食 开辟出六神府 已是板上钉钉的时 由此可见 此物之珍贵 要知道 放眼他们苍玄宗 如今有把握凝练出六神府的人 恐怕也就十大圣子能够做到 所以 面对着这种级别的宝贝 就算是圣子级别的人物 都会为之心动 虽说他们的野心 或许不至于六神府 但如果能够得到六色的助神异宝 也对他们大有弊异 你是说 在我们这片地狱 有着一座六彩宝帝 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短暂的震惊后 周元依旧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眼神凌厉地盯着雷青海 再度问道 六彩宝帝 那应该是 出现在玄渊洞天深处的地方才对 可他们这里 还不过只是外围罢了 所以怎么会出现 你先保证放我走 雷青海咬了咬牙 道 周元双目微眯 盯着雷青海片刻 然后道 如果你所说属实 我就放了你 雷青海道 我们小雷门上一次玄渊洞天开启时 曾有一位师兄 误入那片地狱 不过那宝地深处 有着极大的排斥之力 唯有身怀四色助神一宝 方才能够抵御住那种排斥 这 这是地图遇检 上面有地点标识 你们也有地图 可以对照 他生怕周元一个不耐 直接将他斩杀 当即急忙掏出了一枚玉剑 周元手掌一握 玉剑吸入手中 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查看 而是小心地催动神魂之力扫描了一番 在并没有察觉到任何一样波动后 方才将其贴在眉心 玉剑微微震动 信息涌入周元脑海中 那的确是一卷地图 地图粗略看去 倒与他们的地图相差不大 只是在雷青海这玉剑地图上 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光点 而且看色彩 也不过两色左右 不过周元的心神 很快就汇聚在了那地图的西北方向 只见到那里 有着一团极为璀璨的光彩 那光彩呈现六色 光芒前所未有的强烈 显然 这应该就是雷青海所说的 六彩宝地所在之地 望着这道光团 即便是以周元的定力 心脏都是在此时忍不住地剧烈跳动起来 他此番进入玄渊洞天 最主要的目的 便是要得到七色的助神一宝 好让得他在突破到神府境时 最起码开辟出七神府 如果他能够得到 那宝地中的六色助神一宝 那么他的目标 基本就完成一半了 这无疑将会省去 他诸多的时间与精力 到时候说不定 还能够做七望八 心中翻江倒海 但周元的神色 却是不显波澜 他睁开双目 将玉剪收起 瞥了一眼那雷青海 淡淡地道 希望你这线索是真的 其实他心中知晓 那六彩宝地 十有八九是属实 雷青海甘笑道 绝不敢骗你 现在可以放我走吗 周元似笑非笑地道 放你走吗 雷青海面色一变 道 周元 你说话不算话 我说了 用这线索 换我一条命 放心 我会放你走的 周元扫了他一眼 忽然将其抓起 直接对着远处 那座古老森林中丢了进去 在将其丢出的同时 周元心念一动 有着诸多雪白毫毛 自天原笔中掠出 钻进了雷青海的体内 雷青海从天而降 就欲催动元气 不过旋即 他面色便是巨变 因为他骇然地发现 体内的元气 仿佛是在此时 被什么东西封印了一般 竟是动用不得半点 啊 于是 七历地惨叫声 从他的嘴中传出来 他的身体 直接是划过天际 坠落进了那 重重古老森林之间 周元立于天空上 拍了拍手 他眼神淡漠地 望着那古老林间 那些豪毛 能封印住你体内的元气三天 如果三天中 你在里面没死 那自然就是你的造化 不过 那古老林间 有着诸多凶残元兽 就连他们赶路 都是绕开这些地方 而雷青海 如果真能在元气 都没动用的情况下活下来 那还真是他命不该绝 周元并没有杀了雷青海 因为没有多大的意义 六才宝地的线索 既然雷青海知晓 那么那些 逃走的小雷门的弟子 应该也知晓一些 而且按照周元所知 六才宝地一旦真的出现 必然动静不小 掩藏是不可能的 眼下 他提前知道线索 倒是可以为此做一些准备 取得先机 很多机员 能够得到一些先机 奢求太多倒是有些不切实际 周元再看了一眼森林中 便是不再理会那雷青海的死活 直接脚踏元气急掠而出 最后落回了山头上 瞧得他回来 顾红一 周太 吕燕等人也是赶紧迎了上来 那家伙呢 你把他放了 顾红一看看后面 抿着红唇道 看样子 他对那雷青海倒是讨厌得很 周元笑了笑 将对雷青海的处置说了一下 顾红一等人听完 都是面面相去 然后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寒战 他们实在想不出 一个人元气封印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在那森林中活下来 而且 在这期间 雷青海将会享受到诸多恐惧 一想到那一幕 他们倒是感到极其的解气了 这家伙 也是咎由自取 竟然敢将竹鱼打到我们苍权踪头上来了 顾红一冷哼道 对那雷青海的下场 毫不同情 周元笑了笑 问道 我们没什么损伤吧 基本无碍 有几个弟子 稍微有点小伤而已 顾红一擒手微点 旋即他看着周元 俏丽的脸颊上有着动人的笑颜浮现着 此次争斗 你倒是打出了名头 想必要不了多久 你在这片地狱 也算是个名人了 那时候 类似这种不开眼的人 应该会少很多 周围的弟子看向周元的目光中 也是有些尊敬与钦佩之色 周元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得他们安全感大涨 不管各封间平常有什么竞争 但到了这充满着厮杀的悬缘洞天中 有着一个实力强横的领队者 对他们而言 无疑是最好的事情 周元对于所谓的出名 倒是并不在意 若真是有不开眼的人 他不介意让其再成为第二个雷青海 准备继续采集悬缘之金吧 争取两天内 将此处采集完毕 然后赶往其他的目标 周元抬起头 望着远处的方向 眼中有着火热涌动起来 接下来这段时间 看来他得全力采集悬缘之金了 只要等到他凝练出四色的助神一宝 那么他就将会第一时间 赶往那处六彩宝地 第563章 首席球员 山体之中所蕴含的悬缘之金 在两天之后 彻底被周元以及这支队伍采集完毕 而在这两天间 虽然陆陆续续 依旧有着不少人 被采集悬缘之金的动静吸引而来 不过却在没有出现之前 如雷青海他们那种 试图抢夺的情况了 显然 前两天那一场大战 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地传播了出去 如今这片地狱中的各方人马 都是知晓了 这位看上去似乎很弱的 苍玄宗圣元峰的首席 其实是一个超乎人想象的狠角色 所以 在经过理智的衡量后 各方人马也是收起了贪婪的视线 将目标转向别处 也正是因为这种顺利 周元他们才能够在两日的时间中 将此处的悬缘之金采集完毕 而在将此处的悬缘之金采集完毕时 周元倒是有着一点意外的收获 那就是他采集的悬缘之金 竟然凝练出了一道助神医宝 哇 周元首席凝练出助神医宝了吗 山顶上 其他弟子听闻 顿时哗啦啦地涌了过来 将好奇的目光投向最中央那道身影 此时的周元伸出手掌 只见的光芒在其掌心汇聚 最后渐渐地形成了一颗 约莫婴儿拳头大小的圆润珍珠 只不过这颗珍珠之上 缠绕着三色光晕 神妙异常 这就是助神医宝吗 众弟子灼热地望着那颗三色光珠 这一刻 他们能够感应到体内气腹在震动着 那种极其渴望的感觉 周元盯着手中的三色光珠 也是有些讶异地笑了笑 他原本以为 这里的玄渊之精 应该不足以支撑他 凝练出一道助神医宝 没想到最终还是成了 这应该是他后期随着熟练度的提升 采集效率也是大大的增加 而且他是实境后期的神魂境界 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无疑会比其他人更占优势 不过对于这凝练而成的三色助神医宝 周元也只是有点惊奇 并没有太过的欣喜 毕竟一到三色的助神医宝 还不至于他过于的兴奋 他的目标 是起码达到七色等级的助神医宝 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而且 如果得到了其他的助神医宝 还能够将两者融合 继而凝练出更高等级的助神医宝 周元手掌一握 三色珍珠形态的助神医宝 便是消失而去 落入其弃腹之中 他站起身来 看向其他弟子 走吧 此处的玄渊之精 已经采集完毕 我们直接赶往下个地方 声音落下时 他脚下已是有着金色元气升腾而起 辨认了一下方向 便是对着地图之中所记录的另外一处 有可能存在着玄渊之精的方向而去 既然三色助肌一宝已成 那他就应该尽快将其生成四色等级了 因为按照雷青海所说 想要进入到那六色宝地深处 必须身怀四色助肌一宝 才能够抵御那种排斥 否则根本无法接近 在其后方 众弟子也是面色兴奋的井跟上 显然已是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凝练出属于自己的助神医宝 在接下来的将近十天时间中 周元率领着队伍一路搜寻 接连抵达了地图上面四个标识之地 不过其中两个地方都是空空荡荡 显然是未曾诞生出玄渊之精 剩下两个 一个蕴含着两色的玄渊之精 一个蕴含着三色 不过 总体玄渊之精的储量 反而不如他们第一次的目标 显然玄渊之精在这玄渊洞天中 也算是颇为的稀缺 所以这些天下来 周元那一道三色的助神医宝 始终未曾禁忌到四色 毕竟三色与四色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这个差距 即便是两个三色助神医宝相容 恐怕都是无法填满 但周元并不着急 玄渊洞天极为的辽阔 他们眼下所处的区域 不过小小的一角 即便是如此 此时的他 距离将此这片地域摸索通透 都还差得远 眼下这片地域 还有着很多地方未曾探测 其中必然是隐藏着一些 蕴含着玄渊之精的地方 而在这十来天中 周元他们依旧还是遇见了一些 因为贪婪而急于他们的队伍 其间免不了恶战 但基本上最后取胜的 都是他们这一方 毕竟眼下圣子都先进入了深处 这外围地域 能让得周元忌惮的人并不多 于是 在那一场场胜利之下 由周元所带领的这支队伍 无疑是彻底成为了 这片区域之中的小霸王 再无人敢挑衅 当然 周元这支队伍 能够如此容易 就称霸这片区域 主要是因为 并没有其他五大巨头宗派的队伍 出现在此处 这悬缘洞天外围太过地辽阔 眼下各宗的首席弟子 应该都是分散在各地 不过随着逐渐地对着深处推进 总归会碰到一起 那个时候 不知道会引来多少的厮杀 哄 一座山壁之前 数十道身影不断地催动元气 轰击而出 顿时山壁碎裂 巨石滚落下来 而一些巨石中 有着光运浮现 紧接着便是有一道身影闪掠而出 将那巨石打碎 只见得 其中有着一枚约莫全头大小的石头飞出 石头宛如玉石一般 散发着光运 他们将这些玉石般的石头 尽数地汇聚起来 然后送到了 立于高处警戒四方的周园面前 这是最后一批了 顾红一查了查白皙的俏脸 对着周园说道 他们所在之地 是玉检地图中这片区域中 最后的一处标示地了 此处蕴含着一些三色玄园之精 正是这些如玉石般的东西 不过这里 在经过他们三日的时间挖掘后 也是被掏空了 周园点点头 道 先分下去吧 顾红一禽手微点 指挥人上来 将这些玉石搬走 分给四周那些挖掘了半天的弟子们 当然 最大的一部分 还留在周园的面前 因为这是属于他这位领队者应有的 周园也并没有客气 他双掌间元气涌动 直接是将地面上那些玉石禁术的膝上 元气滚压间 玉石纷纷化为粉末 而其中蕴含的一缕缕三色气流 也是升腾而起 顺着周园的掌心涌入 最后禁术地落入气腹之中 气腹内 一颗三色的光珠悬浮着 将那些三色气流 禁术地吸取而尽 随着吸取了一波三色玄源之精 这道三色的驻神医宝的色彩 也是显得更为的浓烈 不过周园所期待的第四色 始终还未曾变化出来 周园睁开双目 有些遗憾地摇摇头 在他的感觉中 这道三色驻神医宝 应该就差丝毫 就能够晋升到四色 不过 也快了 只是 他们这片地狱中所标识 有玄源之精的地方 都已经被他们探测过了 接下来还想要探寻的话 那就只能前往其他的地狱 秀 而就在周园打算 吩咐队伍整顿出发时 忽然远处 有着一道急促的破风声响起 然后他便是见到一道 光影极掠而来 落在了前方 那是吕烟 原本他应该在远处警戒 不过此时他那俏脸上 却是布满着急切之色 怎么 又有不开眼的人来了 周园见状 问道 吕烟急忙摇头 旋即他伸出手掌 掌心中有着一枚血红的令牌升起 首席急缘令 当瞧的这枚血红令牌时 不仅周围诸多弟子齐齐色变 就连周园 眼瞳都是猛的一缩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这道令牌 赫然是他们苍玄宗的急缘令 而且还是只有首席 才有资格发出的急缘令 此令一发出 自会穿梭虚空 找寻最近的同门弟子 不过此物贵重 如果不是极为凶险的时刻 基本是不可动用 周园不敢怠慢 伸出手掌 一把抓住令牌 元气灌注而尽 令牌之上 光芒闪烁 紧接着有着急速的声音传出 我是凌文峰首席金章 我对被圣公埋伏狙击 我率重而退 以原文结界为首 对方有两位首席坐镇 实力极强 而我的队伍中 已有十三人 被他们所杀 那最后一句话 显得极为的低沉与愤怒 华 而一旁的顾红一 周太 吕燕等人听到这句话 眼睛顿时就红了起来 其他的弟子 也是脸色铁青 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见 宗门的同门 出现这种伤亡 收到集园令的同门 请量力而行 若是不行 立刻找寻 其他首席所率领的队伍 我这里 还能再坚持一些时间 最后的声音 已是变得微弱下去 令牌上面的光芒 也是渐渐的暗淡 周园伸出手掌 握住令牌 抬起头 脸色没有波澜地 望着其他的弟子 而此时的他们 皆是处于愤怒之中 到的此时 他们方才切身地体验到 这悬缘洞天内的残酷 周园 怎么办 顾红一名谋盯着周园 虽然内心充满着愤怒 但他也还有着理智 金章先前的传言也说了 对方有着两位首席坐镇 实力皆是极强 如果他们贸然去救的话 说不定也会将自己等人陷进去 其他的弟子 也是眼神凝聚在周园的身上 特别是其中 十来位出自林文峰的弟子 他们知道 周园有拒绝救援的权利 因为他也必须为了 自己这边的人负责 山壁前一片寂静 空气仿佛凝固下来 周园神色平静 他看着手掌的令牌 自语道 令牌是自西方而来 他袖袍一挥 元气所形成的地图 漂浮在面前 他目光顺着缓缓地飘移 最后停了下来 嘴唇抿了抿 因为他发现 令牌传来的方向 竟然和自雷青海那里 所得来的六彩宝地 所在的方向一致 圣公为何会有 两位首席汇聚于那边 难道 他们也知晓 六彩宝地的存在 周园目光微微闪烁 他手掌一抹 元气地图消散而去 然后抬起头望向那些 正紧张无比望着 他的众多弟子 这一刻 就连顾红衣 都是玉手紧握 美目盯着周园 等待着他的决定 如果周园不选择去救援的话 虽然他也能理解 但终归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周园瞧了他们一眼 笑了笑 脚下元气生气 踏空而起 都还愣着做什么 走吧 同门有难 怎能不救 虽说平日在宗门内 彼此竞争有着摩擦 可一旦出了宗门 不论是哪一封 终归都是属于苍玄宗 周园对苍玄宗很有好感 他在这里得到了成长 在他看来 这是除了大周王朝外的第二个家 现在进入玄渊洞天的 所有苍玄宗弟子 皆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如果任由金章 再在那圣公的手中 那对于他们苍玄宗的名声 显然是极大的打击 圣公首席吗 倒是想要领教一下 究竟有何了不得之处 周园脚踏远气远去 淡淡的声音 也是若有若无的传来 山壁上 其他那些弟子 此时方才回过神来 他们显然没想到 周园会如此的毫不犹豫 要知道 去年的时候 林文峰还摆下了原文结界 阻拦夭夭呢 林文峰的那些弟子 有些羞愧 但望着周园远去 背影的目光中 不知不觉间 倒是多了一些尊崇之色 这家伙 顾红衣也是美目 瞧着周园的背影 玄吉抿着红唇浅浅的一笑 眸子中波光凌凌 装模作样的时候 还挺帅的呢 但玄吉 他翘脸上 又是浮现出一些担忧之色 毕竟 那可是圣公的首席啊 第564章 围困苍玄 连绵的山脉之中 本是人迹罕至 然而此时 那一处的山谷间 却是人影绰绰 沸腾至极 在山谷外的一座青峰上 有着两道身影 副手立于一颗绿松之上 在他们的周身 有着强大的元气涌动 鼓动间 散发着强横的压迫感 这两人 皆是身穿白袍 在那袖间 有着一座悬浮于云间的 巍峨大殿的神秘图文 那是圣公的标志 居左者 名为王渊 右者名宁末 圣公有十殿 而这两人 便是其中两殿的首席 身份不低 这些苍玄宗的弟子 本事没多大 当起乌龟来 倒是挺有手段 那名为王渊的男子 身材有些高壮 他背着一根黑色的铁棍 铁棍之上 有着原文若隐若现 而此时的他 正眼神淡默地 望着前方的山谷 只见得此时山谷之上 有着巨大的原文结界升起 将山谷笼罩 那原文结界 显然并不简单 防御力惊人 即便是他们 一时间都是难以破除 一旁的宁末笑了笑 他一头黑色长发劈开 显得有些散漫 他懒洋洋地道 那金章本就是 林文峰的首席 原文造诣极高 他布置的乌龟结界 的确有点麻烦 不过终归只是无用之功 这原文结界 不可能一直持续 只要将此处围住 他们插翅难逃 说着话时 他手掌轻轻挥了挥 只见得在山谷周围 那一座座山头上 皆是有着人影 闪略而至 那些是圣公的弟子 此时的他们 将这片山谷团团围住 宁末抬起头 看着这片山脉远处 那些方向不断地 有着各方势力赶来 然后远远地看着 不敢插手此间的争斗 毕竟圣公与苍玄宗 皆是苍玄天中的 庞然大物 这种巨头之争 他们是不敢插足的 当然 他们同样也很好奇 当这两方庞然大物相撞时 究竟是曾经的 老牌霸主苍玄宗取胜 还是如今 新晋霸主圣公更胜一筹 不过 看眼下的情况 显然落入下风的 是苍玄宗 在那远处 诸多目光的注视中 宁末身形缓缓升起 脚踏元气 立于山谷之外 他眼神细血讥讽地 望着原文结界之内的山谷 淡淡的声音响起 金章 何必再负于顽抗 若是你老老实实地 将你们手中的玄源之精 尽数交出来 我可以让你们安然离去 宁末 你别做梦了 想要我们手中的玄源之精 那你就先破了我这结界试试 山谷之中 是林文峰的首席 金章 那宁末文言 讥讽地摇了摇头 道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从你们 苍玄宗弟子的尸体上面 来搜了 宁末 你们杀我同门十数人 这笔账 我金章记下了 金章声音之中 有着浓浓的愤怒 弱弱强识 既然你们没本事 被我们所杀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宁末笑了笑 然后也不再与金章多说 转回山头上盘坐下来 眼神阴冷地盯着 那被原文结界笼罩的山谷 看你们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他袖袍一挥 只见得那山谷四周的山头上 近百名圣公的弟子立即出手 雄魂的元气攻势 铺天盖地地呼啸而出 落在那原文结界上 溅起阵阵涟漪 在那远处 有着诸多目光远远的投射而来 当他们见到苍玄宗的队伍 被堵在山谷中时 都是暗暗摇头 互相间窃窃私语 苍玄宗这支队伍 看来是要倒霉了 是啊 谁能想到 这片区域中 竟然会有着两位圣公的首席 那王渊与宁末 在圣公十位首席中 都算是上游的位置 并不好惹 据说在之前的时候 苍玄宗已是有弟子 死在了那两位首席手中 则则 这两大巨头宗派 可真是死仇啊 一见面就得你死我活 新老霸主交替 哪有和平可言 不过究竟如何 还是得看实力 如果苍玄宗这支队伍被灭在这里 对于苍玄宗的名声而言 怕是不小的打击 各方势力评论着 不过都是抱着看戏的心态 毕竟在他们看来 这两大巨头宗派撕起来 也算是好事 这样他们才有简陋的机会 于是时间 便是在那圣公的围困 其他各方势力的冷眼之下 迅速地流逝 两日之后 轰鸣之声 依旧不断地回荡在群山间 那山谷之外的原文结界 剧烈地波荡着 隐隐间 已是显得有些稀薄 看这般模样 原文结界 显然是将要达到极限 宁末笑盈盈地望着这一幕 道 金章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你再不识去 带着结界一破 可就别怪我要大开杀戒了 山谷之中 一片沉默 宁末修长的手指清 轻弹地弹袖口 漫不经心地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这里故意拖延 是想做什么吗 不就是想等你们 苍玄宗的同门来救援吗 你们苍玄宗这一代的首席弟子 除了苍玄风的唐木星 与雷玉风的谢言外 其他首席却是要弱一些 而据我们圣公的情报 唐木星与谢言 眼下正在其他的区域 与我们圣公其他的首席交锋 恐怕根本无法赶到这里 所以 就算有人来了 那也只是其他一些首席而已 不过他们来了 恐怕也是送菜把了 他眼带讥讽 显然是 洞穿了金章的意图 但他不仅不慌 反而乐意等待下去 因为他们 同样是在将金章等人当作诱饵 如果能够再引来一对 苍玄宗的队伍 将其灭掉 想必能够收获不少的玄源至今 元文杰界笼罩的山谷之中 金章盘坐在一块巨石上 此时他的脸庞阴晴不定 显然他也没想到 那宁墨等人胃口这么大 竟然还想用他们当作诱饵 在金章周围 还有着数十位苍玄宗的弟子 只不过此时的他们 皆是士气低落 身体上还有着一些伤势 金章首席 怎么办 元文杰界 怕是支撑不了太久的时间了 在其身旁 有着弟子低声问道 金章望着那些眼巴巴望着他的弟子 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道 待会若是结结破碎 我会一力阻拦 你们立即分散而退 然后找寻其他的首席弟子 其他弟子文言 面色结实一变 显然是 听出了金章言语奸要 舍身之意 不必多说了 我身为首席 自然有义务保护你们 此次是我大意 方才会被他们埋伏 导致同门伤亡 金章面色冷力地打断了 将要开口的众人 众人沉默 但那眼中 皆是带着哀色 咔嚓 而也就是在此时 结结之上 忽有破裂声响起 让得在场的苍玄宗弟子 面色一变 猛地抬头 便是见到那结结之上 有着裂纹浮现出来 哄 最终 当裂纹蔓延开来时 那巨大的结结 终是抵达极限 轰然爆炸 山谷之中的众人 当即就暴露在了 诸多虎视眈眈的目光之下 半空中 宁莫笑盈盈地望着这一幕 感叹道 真是可惜 这乌龟壳看来是保护不了你们了 金章 你们苍玄宗 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他的身体之上 开始有着强悍的元气 涌动起来 带来着巨大的压迫 显然 他要准备动手了 在那山谷中 金章也是深吸一口气 眉心神魂之力凝聚起来 一只圆文笔 出现在其手中 狄鹤道 你们准备撤 哼 你这般状态 莫非还敢与我斗一场吗 那就不要怪我不留情了呢 宁莫见到这一幕 嘴角掀起一抹击壳 再然后 他眼神森冷下来 不再废话 一步踏出 就要出手 咻 不过 就在他步伐踏出的那一瞬间 突然天地间 有着一道尖锐的破风声响彻而起 一道黑光 仿佛是穿透虚空而来 刁钻狠辣 直指宁莫 宁莫瞳孔微微一缩 踏出的步伐陡然收回 刷 那道黑光 查着他的身体飞掠而过 尖锐的破风声 令人心惊 谁 宁莫脸庞上掠过阴冷之色 抬起头来 目光看向了西面的方向 与此同时 这天地间那众多视线 也是惊乐的投射而来 显然是 没想到这个时候 竟然敢有人来捋虎须 在那众多目光的注视下 只见得山谷不远处的一座孤峰之上 一道有些虚化的身影 缓缓地出现 他伸出手掌 轻轻一握 那道黑光倒射而回 落入他的掌中 竟是一只斑驳的黑笔 雪白的毫毛 宛如枪尖一般 斜指着地面 山谷之中 金章以及其他弟子 也是看了过去 然后眼中 便是有着浓浓的惊恶浮现出来 显然他们没想到 来的人 竟然会是这一位 哪来得不开眼的东西 你找死吗 宁莫眼神阴逸地 盯着远处那道身影 漠然地道 孤峰之上 那道身影先是 看了一眼山谷中的金章等人 然后方才转向宁莫 他笑了笑 露出一口白牙 然而那所说出来的话 却是让那山脉间 都是为之一径 这位圣公的王八蛋 你真的我苍玄宗 没人智得了你是吗 第五百六十五章 宁莫跪地 风鸾叠杖的群山间 那众多的目光 都是汇聚于 那自一座清风之顶 浮下而出的身影 那些目光中 充满着浓浓的惊恶 显然 他们都被先前这道人影 所说的话惊到了 眼前这人 怎么敢在这个局面下 对圣公的首席如此的不敬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山谷之中 金章等人瞧的那道身影 在经过瞬间的惊恶后 便是忍不住的诗声 周园 周园首席 他们显然都没想到 第一个赶来救援的 竟然会是周园 首席 半空中 宁莫也是听见了那些惊呼声 当即目光便是有些阴厉的头像 那道手持斑驳黑笔的年轻身影 淡淡地道 你们苍玄宗 还真是越来越不济了 竟然连一个太出镜七重天 也能成为首席 他的嘴角弯起轻蔑的弧度 这般实力 就算是在盛州大陆 任何一方一流实力中 恐怕都没资格成为首席 宁莫盯着周园 与其平缓 但却蕴含着一道森冷的杀意 小子 现在跪下认错的话 或许我可以 怀着一些慈悲 只割了你的舌头 以做小小成见 在那远处 各方的人马 也是盯着这边 窃窃私语 那小子 竟然也是苍玄宗的首席 苍玄宗的首席 怎会如此之弱 但那金章可是喊得很清楚 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过也无所谓了 这小子虽然有些勇气 但却是太蠢了一些 竟敢对宁莫说那种放肆的话 今日 想必是要付出惨重代价 在他们看来 仅仅只是七重天的周园 在这种场合下 简直就是送死 在那诸多目光的汇聚下 周园倒是笑了笑 他并未理会那宁莫 只是看向山谷中的金章等人 道 你们没事吧 金章摇了摇头 道 周园 就你一人吗 其他人马上赶到 我先到一步 周园说道 他是担心这边支撑不住 所以方才加快了速度 不过眼下看来 来得正是时候 金章点点头 原文笔一摆 眉心神魂之力涌动 便要升空而起 驱逐周园 哄 不过他身影刚动 天空之上 忽有一道狂暴无匹的进风 呼啸而下 大地都是崩裂 金章原文笔下 迅速地有着原文流淌而出 化为道道光圈 砰砰 光圈尽数地破碎 不过金章身影 也是飘飞而退 抬起头来 面色凝重地望着半空中 只见得那里 有着一道高壮的身影 凌空而立 他手持黑色铁棍 面色漠然 居高临下地看过来 正是圣公另外一位首席 王渊 都老老实实地待在鼓里面吧 王渊声音漠然 然后他微微偏头 看向宁末 道 一分钟时间 宁末文言 嘴角有着一抹猙獰笑容浮现出来 道 足够了 我会打断他的四肢 让他永远地跪在这里 让后来的人观摩 言语之间 不是要弥漫出来 显然 周元激怒了这位圣公的首席 哄 当其声音落下时 宁末的一袍猛然鼓动 雄魂的元气 宛如风暴一般 自其体内席卷而出 带来着强横的压迫感 那自他体内散发出来的元气 呈现赤红色彩 弥漫着高温 远远看去 宛如巨大的火柱 冲天而起 哄 宁末眼中有着赤红生腾 他双掌一握 一道赤红的元气长边 出现在其手中 长边宛如巨蟒般的撕裂天空 狠狠地对着周元所在之地 重重甩下 吃了 空气都是在此时被燃烧 那一边之危 凌厉霸道 长边呼啸而下 周元的身躯迅速地虚化 赤红的元气长边落在周元身躯上 却是穿透而去 那是一道残影 哄 长边落在地面上 整座山顶都是在此时爆裂开来 裂痕蔓延 巨石滚落 宁末冷笑 手掌一抖 赤红元气长边瞬间转向 对着不远处的一块巨石甩去 碰 巨石爆裂 一道虚幻的身影 暴势而退 碰 碰 不过 不管那道身影如何击退 但那元气长边 都是如影随形 一时间 附近的山峰不断地炸裂 一座座山头 不断地崩塌 这在众人看来 显然是周元根本就没有办法反击 不断地在躲避着 不过能够躲避这么久的时间 这身法速度倒是不弱 但当众人看见宁末脸庞上 那细血的神色时 便是知晓 后者完全是在戏耍 宁末 别玩了 浪费时间 远处 那王渊有些不耐烦的道 哈哈 好 宁末仰天长笑 他脸庞上浮现森然笑容 脚掌猛的一朵 脚下的空气 都是在此时炸裂开来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 嗡 下一瞬 他的身影 直接是在那众多目光的注视下 出现在了不远处的一座山头之上 抓住你了 小老鼠 宁末双目锋锐地盯着前方 此时在那里 一道虚影刚刚浮现出来 他双掌虚合 赤红元气 在掌心疯狂地汇聚而来 宛如一轮赤红大日 然后那一轮大日 直接是携带着 极端炽热与狂暴的波动 当头便是对着身前的虚影 重重地拍下 那般速度 根本无可躲避 这座山头 都是在那般元气攻势下 颤抖崩裂 给我跪下吧 小老鼠 宁末长笑 那一轮元气所化的赤红大日 便是在那众多忌惮的目光中 与周元的身躯 碰撞在了一起 哄 哄 赤红的元气风暴 在此时肆虐开来 各方人马见到这一幕 都是暗暗摇头 那叫做周元的小子 竟然硬生生地 吃了宁末这一道霸道攻势 必死无疑 山谷中 金章等人 面色也是微变 他们虽然在元池记中 见识过周元的实力 但眼下着宁末的实力 却根本不是那个时候的 百里车能比啊 周元这般硬抗 会不会太大意了 赤红元气声腾 硬照着宁末的脸庞 也是显得有些猙獰 他森森笑道 小子 下辈子 要逞英雄的话 可得先把眼睛查亮一点 是吗 而就在他声音落下时 面前狂暴赤红元气肆虐之中 有着一道漠然的声音响起 宁末瞳孔猛的一说 不过 还不待他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一直闪烁着浴光的修长手掌 便是自那赤红元气中 深探了出来 手掌之处 有着荧光浮现 那手掌紧握成拳 金色的元气 也是奔腾涌动起来 最后 直接是对着宁末的脑袋 狠狠地砸下 那一拳 空气爆炸 阴暴响彻 凌厉无匹的进风扑面而来 宁末面色忍不住的一变 千钧一发 急紧扭开身躯 那种力量 根本不是七冲天的人能够拥有的 哄 那蕴含着惊人力量的一拳 插着他的脑袋落下 砸在了 其肩膀之上 咔嚓 那一瞬 有着骨骼断裂的声音响起 动 恐怖的力量 直接是令得宁末身躯瞬间塌了下去 双脚再也站不住 双膝重重地跪倒在了地上 连坚硬的扇石 都是军裂开来 扑吃 一口鲜血 自其嘴中狂喷而出 肆虐的赤红元气风暴 此时方才渐渐地退散 那诸多投射于此的眼睛 也是在这一刻 渐渐地争大 因为他们见到 那原本应该被摧毁的尸骨无存般的周园 依旧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而在他的面前 宁末却是双膝跪地 于是 原本充斥着窃窃私欲生山脉间 顷客之间 化为死寂 甚至 连风声 都是在此时 悄然地凝固 在那众多惊骇与绝斑的目光中 周园面无表情地低头 望着眼前那道双膝跪地的身影 缓缓地道 你是说 像这样跪下吗 第五百六十六章 血债血长 群山之间 众多目光带着浓浓的惊骇之色 望着远处那座山头上 在那里 原本势不可挡的宁末 却是在这一刻 双膝重重地跪地 怎么 怎么会这样 他们张大着嘴巴 脑子中一片江湖 仿佛是有着嗡鸣声在回荡 因为眼前这一幕 实在是有些超乎他们的想象 原本在他们看来 苍玄宗那位实力不过七重天的首席 应该在宁末的手中 毫无反抗之力才是 可现在的情况下 那在数十息前 还占据着绝对上风的宁末 直接被周园一拳轰跪在了地上 这一刻 就算是再蠢的人也都知道 眼前这位看上去 仅仅只是七重天的苍玄宗首席 是在伴珠吃虎 山谷中 金章等苍玄宗的弟子 见到这一幕 方才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他们倒没有如同外人那般惊骇莫名 毕竟在苍玄宗内 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见过周园 那恐怖的战斗力了 而在那众多震惊的目光注视中 那被周园一拳打跪在地上的宁末 在经过树西的呆滞后 终于是明白发生了什么 当即他那一对眼瞳 便是有着血丝 疯狂地攀爬出来 熊熊 狂暴无匹的赤虹元气 在此时疯狂地自其体内爆发而起 在其肩膀处 形成赤虹屏障 将周园 那落下的重拳顶住 他手掌猛地一拍地面 地面崩塌 而其身影便是 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宁末此时的脸庞 阴沉地让人感到恐惧 他目光血红地盯着周园 伸出手掌 查去嘴角的血迹 那自牙缝中蹦出来的声音中 所蕴含的杀意 几乎要化为实质 好 好 没想到我宁末竟然也有 被人耍的这一点 这就是你的手段吗 故意示弱 令我麻痹 趁机重创我吗 宁末摸着肩膀 此时他的右臂 都是呈现断裂般的姿态 显然是被先前周园一拳所打断 宁末 如果你不行 那就让我来 王渊望着这一幕 淡沫的眼神也是变得冰冷起来 如阴损般地锁定了周园 这个小子 没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不需要 宁末咬着牙 深吸了一口气 压制着心中暴虐的杀意 刚才是我大意了 放心 我会包了 他皮来洗刷先前的耻辱 先前周园那一拳 虽然力量惊人 但宁末并没有感觉到 太过强横的元气 那一拳 如果不是他太过的大意 完全可以抵挡下来 哄 宁末凌空而立 赤红的元气疯狂地涌动 整个山林间的温度 都是在此时渐渐地升高 赤红的元气升腾而起 隐隐间 竟是在宁末的身后 化为了一片火红的心斗 远处 那些各方人马见到这一幕 都是爆发出惊呼之声 元气化心斗 那是唯有气府内的元气星辰 数量破万十 方才能够出现的异象 显然 这位圣公的首席 为了洗刷之前的耻辱 已是再不敢有丝毫地保留 直接是将自身最强的元气 尽数地爆发而出 宁末居高临下地 望着那立于山头上的周园 眼神赤红 此时的他宛如是火神一般 浑身散发着令人心计的压迫感 这一次 他没有再说任何的废话 双手猛然合拢 劫出法印 凶 赤红的元气咆哮而出 铺天盖地 翻腾之间 竟是形成了一只数千丈庞大的火焰巨手 巨手之间 似乎还有着一张若有若无的猙獰面孔 尖锐的嘶吼声 自其中传出 一股狂暴毁灭的波动散发开来 山林间 各方时力望着天空上那火焰巨手 面色都是有些凝重 眼中透露着浓浓的忌惮 那时 炎魔坟还手 据说 这可是圣宫十殿之一的炎圣殿 最强的元术之一 看来吃了刚才的亏后 宁末也要真正地下狠手了 王渊望着这一幕 也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还好宁末没有蠢到 继续和那周园玩下去 直接是施展了他最强的元术 面对着宁末这道攻势 就算是他 都不敢轻易硬扛 想必那周园就算隐藏了实力 这一道攻势 也足以奋出胜负了 哄 火焰巨手成形 宁末眼神阴冷地锁定周园 双手合拢 下一刻 火焰巨手直接是铺天盖地地呼啸而下 船头虚空 狠狠地对着周园 所在之地覆盖下来 漫山遍野的古树 都是在此时燃烧 化为熊熊火海 周园立于山头 望着那在眼瞳中 急速放大的火掌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惊讶之色 这宁末的实力 倒的确是相当强横 不仅自身元气 同样达到了破万之数 而且还修成了这般威力的元术 不过火掌之上的鬼面若隐若现 显然此数宁末 也只是小城而已 这圣弓的首席 的确实力不弱 不过 周园的眼中 却并没有任何的聚色 甚至他都没有半点 要避开的迹象 而是面色平静地望着那呼啸而至的火焰巨手 下一刻 他的脚掌猛然一躲 刷 地面均裂 而周园的身影 却是在那众多震惊的目光中 冲天而起 直射那镇压而下的火焰巨手而去 他不仅没有退避 反而选择直面迎上 在那火焰巨手之下 周园的身影渺小如蝼蚁 给人一种皮肤和大树之感 不知死活的东西 宁末望着这一幕 脸色陡然变得争鸣起来 他这道底牌杀招 就算是圣弓中 与他实力相仿的首席 都不敢如周园这般 选择自直接地硬扛 天地间 所有的目光都是汇聚于此 远处的一些人马 都是有些不忍地摇摇头 仿佛下一刻就会见到周园的身影 被那炎魔巨手 生生拍成灰烬 而就在那些目光的注视中 当周园与那炎魔巨手即将接触时 忽然间 金色的元气铺天盖地地 自其体内爆发而出 金光在其身后汇聚 化为了一片金色星斗 华 当周园的身后 那一片金色星斗出现时 天地间顿时也是响起了 连片的惊呼声 那一道道目光中 充满着惊恶之色 那宁末的眼瞳 也是在此时微微一缩 面色微现凝重 他已经足够地高估周园了 但没想到 后者的元气修为 竟然也是达到了这般程度 丝毫不弱于他 原来你 才是你真正的实力 不过 你以为凭此 就能够应接我这炎魔坟海手 只能说你太天真了 宁末面露森然 他对于自己这道底牌 充满着绝对的信心 金光元气缠绕在周园周深 宛如巨猛盘踞 他双手闪电般的结印 低沉的声音 自其嘴中传出 太玄圣灵术 神秘的光影凝聚而出 猛地俯冲而下 覆盖在了周园的身体之上 而也就是在这一刻 双方碰撞在了一起 哄 无法形容的巨声 自那天空上响彻起来 紧接着 有着狂暴无比的元气风暴 横扫而开 附近的一座座山头 都是在此时崩塌 碎脸 那般碰撞 看得无数人头皮发麻 然而所有人都是死死地盯着 那碰撞之地 那里的狂暴元气扭去了空间 半晌后 方才渐渐地开始平息下来 宁墨的目光 也是眨也不眨地看向那里 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应该是被烧成灰烬了吧 他咬牙切齿地道 不过 就在他的声音刚刚落下时 这群山之间 忽有无数道倒吸冷气的声音 响彻而起 宁墨的瞳孔 也是陡然紧缩 因为这一刻 他见到 在那虚空上 一道全身笼罩在金色元气内的身影 静静地悬浮而立 除了那周圆之外 还能是谁 他竟然生生地 抗下了炎魔巨手 怎么可能 宁墨脸上的表情 渐渐地凝固 不过下一刻 一股寒意 便是自他的脚底升起 令得一股浓浓的恐惧 涌上了他的心头 因为天空上 那道金光身影淡漠的目光 投射了下来 宁墨通体冰凉 下一瞬 他毫不犹豫地暴食而退 同时嘴中有着尖锐声传出 王渊 刷 就在他身影刚动的那一瞬 金光身影消失在了虚空上 再度出现时 直接出现在了宁墨的面前 两人面孔相对 呼吸仿佛都可以听见 你们 杀了我苍玄宗的弟子 是吗 近在咫尺间 宁墨听见了一道滴滴的声音 从周圆的嘴中传出 既然如此 那就 血债血偿吧 宁墨大害 赤红元气疯狂地涌出 宛如是在身躯上 形成了金层一般 哼 周圆一拳轰出 雪白的毫毛字体内涌出 缠绕上拳头 皮肤呈现欲光 体内骨骼绽放出银芒 这一拳 力量催动到了极致 破缘 低语之中 那缠绕着周圆拳头的雪白毫毛 迅速地化为幽黑色彩 一拳之下 杀鸡必入 不 死亡危机涌上心头 宁墨奸笑出声 哼 然而 周圆丝毫 未曾理会 全光呼啸而出 空间都是在此时 被震裂出了裂痕 最后宛如闪电呼啸长空 在那一道道震撼的目光中 毫不留情地 轰在了宁墨的身躯之上 碰 下一瞬间 宁墨的身躯化为 一道赤光倒飞了出去 沿途之间 一座座山峰暴力而开 森林之中 被撕裂出万丈长的争鸣痕迹 咚 最终宁墨的身躯 射进了一座大山中 山石崩塌下来 直接将其掩埋了进去 整个天地间 都是在此时 变得死寂 第567章 强势首席 巨大的裂痕 自山林间贯穿而过 沿途的山头静数地崩塌 整个天地间 那一道道目光 都是近乎呆滞地望着这一幕 气氛死寂 如果说之前宁墨 被周园一拳轰跪下去 众人能够理解 那是因为周园故意视敌 以弱所导致 但眼下这一幕 却是再度有些颠覆他们的认知 宁墨这道杀招 几乎已是清尽全力的最强攻击 面对着这等攻势 就算是同等级的强者 都不敢硬汉锋芒 然而 谁能想到 周园不仅没有退避 反而是选择了最为蛮横的方式 以一种无可匹敌般的姿态 硬生生地将宁墨最强手段 轰碎开来 那些目光望着远处 最后一座崩塌的山峰 宁墨的身影被掩埋在其中 先前周园那一拳 足以轰杀一位太初 敬酒重天初期的强者 沉默半晌 当这天地间那些目光 再度投向周园时 已是充满了浓浓的忌惮与惧色 而此时 他们方才彻底地明白过来 为何眼前的周园 明明看上去 只是太初近期重天的实力 但却能够成为沧玄宗的首席了 山谷之间 金章等众多沧玄宗的弟子 也是有些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虽然他们知晓周园的实力不弱 但也是没想到 他竟然能够直接将圣公的一位首席 崔库拉朽般地击败 要知道 那宁墨的元气修为 同样是达到了破万之数 如此造诣 在他们沧玄宗七位首席间 都足以名列前茅 没想到经过九龙洗礼后 他的实力 竟然强到了这种程度 金章的眼神有些复杂 此时的周园 显然远比元池即时更强大了 其他的弟子 眼中更是有着敬畏浮现 而那些圣公的弟子 一时间则是面色难看 显然有些难以相信 宁墨竟然会在沧玄宗 这位首席的手中 败得如此凄惨 特别是那名为王渊的首席 他愣了好片刻 方才从眼前这一幕中清醒过来 紧接着 他的面色便是变得极端阴沉起来 但对于那些目光 周园却是眼神毫无波动地 望着最远处那座崩塌的山峰 那里宁墨的元气波动 已经微弱到了极致 但应该还有一口气 于是周园迈出步伐 显然是打算趁他病 要他命 哄 不过 就在他步伐刚刚踏出时 突然有着凶悍无匹的尖锐声 破空而来 一道黑光带着惊人的元气 呼啸而下 当头砸来 黑光尚未落下 脚下的地面已是崩裂 周园脚不停住 眼神微凝 手掌一握 天元笔闪现而出 斜魂而上 荡 金铁之声响彻而起 火花似箭 狂暴的涟漪风暴肆虐开来 周围的古树 顿时被拦腰扫断 周园的身躯一颤 目光一抬 便是见到那与天元笔狠狠撞击之物 竟是一根黑色的铁棍 铁棍之上 铭刻着古老的原文 而在那黑色铁棍的另外一头处 正是那圣公那位名为王渊的首席 两人的目光对碰在一起 皆是有着杀意涌动 小子 你真是好大的狗胆 竟然下如此重手 王渊眼神森寒 贺道 周园先前的反击太过得迅猛 所以连他都是来不及救援 宁末便是被周园狠狠地重创 周园嘴角掀起一抹讥讽 道 你们圣公敢杀我苍玄宗的弟子 我还需要对你们的首席留情吗 王渊语气阴森 好大的口气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他双掌紧握铁色铁棍 双臂之上 有着黑色的元气流淌起来 一声爆喝 铁棍便是再度重重地砸下 那般声势 就算是一座山岳 都将会被起一棍砸塌 不过周园却是凌然不惧 天元笔画为黑光迎上 黑笔与黑棍 直接是在那数息间 猛烈地轰击了上百回合 周围的环境 直接是在两人的交锋下 被禁术地撕裂 当 最后一次中击时 周园与王渊身影 皆是倒舍而退 那些圣公弟子见到这一幕 心头都是微臣 原本当他们看见 王渊寒怒出手时 还在期盼着 王渊能够强势击败 苍玄宗那位首席 为他们圣公挽回一些颜面 但令得他们没想到的是 即便是王渊出手 似乎也并没有取得多少的上风 要知道 在他们圣公十位首席中 王渊已经能够排到第四 比排名第五的宁末 实力更强 王渊手中铁棍重重地插在地面上 划出一道身痕 他眼神阴益地盯着周园 先前那瞬间的交锋 他已是感觉到了后者的实力 周园的元气修为 丝毫不比他弱 我弃腹之中的元气星辰 已凝炼至一万两千克 眼前这小子 明明只是七重天的等级 为何底蕴会如此之雄厚 王渊眼中有些惊疑不定 据他所知 就算是他们圣公的圣子 似乎在七重天时 都极少能够达到这种元气底蕴 此时的后者早已昏死过去 满身的鲜血 胸膛他陷了好大一块 鼻息间的呼吸 都是变得极其的微弱 看这样子 能不能活都是个问题 王渊也是看见了宁墨的状态 当即面色更加的阴沉 他阴冷地盯着周园 缓缓地道 小子 你惹了大祸 是吗 周园淡笑一声 如果宁墨死在了你的手中 我圣公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王渊一字一顿地道 靠你吗 周园手中的天元笔抬起 指向了王渊 王渊冷笑一声 道 你的确有些实力 不过小子 你也莫要得意 这片区域是我圣公的地盘 很不幸地告诉你们 除了我二人以外 我圣公写圣殿的首席 也在此处 血圣殿首席 范妖 听到这个名字 周园倒没什么动静 反倒是半空中的 金张面色猛的一变 旋即他急忙 传引给周园 那范妖在圣公十大首席中 排名第三 实力比这宁墨与王渊强多了 极其极少 周园眼神拨动了一下 眉头微皱 倒并非是因为那所谓的范妖 而是因为 为何圣公竟然会有三位首席 齐聚这片地狱 这些家伙 难道也是冲着那六彩宝地来 周园心中掠过这道念头 王渊强的色变的金张 方才含声道 我奉劝你们 若是识去的话 就赶紧滚离这片地狱 否则带着范妖动手时 你们这些人 就准备永远别走了 声音落下 他再度阴冷地扫了周园一眼 手掌一挥 便是急掠而退 走 叫做周园的小子 赶紧如丧家之犬一样的逃吧 待得下次再见 定要让你知晓 得罪我圣公的下场 在那奸孝之中 王渊带着众多圣公弟子迅速地退去 显然他也算是明智 知晓眼下的局面 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取得任何的优势 而对于他们的退走 周园也并没有再采取其他的措施 圣公的人马不弱 如果在这里彻底地开战 必然双方都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但在那远处 还有着其他各方势力在暗中觊觎 如果一旦他们露出虚弱之态 恐怕那些人马也会蠢蠢欲动 不过 不管那王渊撂下的狠话如何 但任谁都是看得出来 他们的撤退 显得有些灰溜溜的姿态 而山谷中 那些众多的苍玄宗弟子 皆是欢呼出声 更远处 那些各方人马也是嘖嘖称探 先前的局面 本是苍玄宗这边静落下风 然而谁能想到 当那位圣元峰的首席出现时 局面顿时出现了逆转 望着远处山林间那道虽然年轻 但却自有一股凛然气势的身影 那各方强者都是发出感叹 没想到 苍玄宗那没落的圣元峰 如今竟然出了这好人物 第568章留下寻宝 当圣公的队伍撤离这片山脉后 那些远处的各方人马 也是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原本他们还指望着 这两大巨头宗派的队伍 能够真正地厮杀起来 只有这样 他们才有可乘之机 他们能够猜到 双方手中的悬缘之精 必然相当地充沛 但可惜的是 双方并没有失去理智 于是 失去了机会的他们 也只能陆陆续续地散去 不过短短数分钟 这片吵杂的山脉间 便是再度变得安静下来 而在那些各方人马撤走后 在后方的天地间 忽有诸多的破风声传来 然后金章他们便是见到 数十道身影从天而降 正是顾红一 周泰 吕燕等人 不过当他们赶到这里的时候 只能看见那狼藉的战场 金章首席 你们没事吗 他们的目光 最先看向金章 以及那些苍玄宗的弟子 顾红一美目四处地扫视着 有些疑惑地道 周园 那圣公的人呢 金章忍不住地一笑 道 你们来迟了 圣公的人已经被周园赶走了 对方一位首席弟子 被他中创 不知死活 顾红一他们 面面相去一眼 这就已经结束了 周园首席真的是太强了 在金章身后 那些被救的苍玄宗弟子 皆是眼神敬畏地看向周园 言语间充满着尊崇之意 先前周园以雷霆之势 击败宁末那一幕 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而他们这些人 看向顾红一等人时 眼中还带着一些羡慕 毕竟有着 如此一位实力的领队者 搜集玄园至今的效率 无疑都会得到巨大的提升 对于他们这些视线 周园这支队伍的苍玄宗弟子 皆是感到一些余有容焉 金章则是将目光投向周园 抱拳道 周园首席 这一次 真是多谢了 如果不是周园及时赶来 他们这里 必然凶多吉少 周园摆了摆手 道 身为同门 理所应当 在进入玄园洞天内 他们苍玄宗就是一个整体了 而不再以各风区分 如果他们的实力减弱了 最后在面对着圣公时 必然会显得极为的麻烦 所以 周园不太可能会坐视一位 首席所率领的队伍 被圣公所灭 金章的眼神 则是有些复杂 毕竟当初林文峰在布置 圆文结界 考验夭夭的时候 他也是结界中枢的镇守者 这给夭夭与周园 都带来了一些麻烦 所以对于周园 接到吉原另变 马不停蹄地赶来 他也是有些感动 不过金章很快就整理好心态 他看了一眼 自己那些状态不太好的队员 道 周园首席 我们先撤离这片地狱吧 如今这里 应该算是圣公的主场 他的面色有些凝重 如果之前王渊所说属实的话 光是这片地狱中 圣公的首席就来了三位 这般阵容 算是相当强悍了 虽然他也很是有些疑惑 为何圣公三位首席会齐聚于此 不过不管如何 圣公在这里的实力太强 他们如果继续留下去 对他们将会极为的不利 眼下他们应该转战其他的地狱 搜寻猎取玄园之精 而让得金章有些意外的是 周园却是沉映着摇了摇头 道 我并不打算撤离这片地狱 他此次带着队伍赶过来 不仅仅只是为了救金章等人 更为重要的是 六彩宝地的所在 也是在此处 经过这段时间的搜集玄园之精 周园非常清楚 想要凝练出六色等级的助神异宝 有多困难 所以周园很清楚 六彩宝地是何等的机缘 既然他知道了 那就不可能将其放弃 金章文言 显然是愣了一下 急忙道 周园不要鲁莽 你先前也听说了 除了王渊之外 圣公那位写生殿的首席范妖 也在此处 如果我们不赶紧撤离 一旦他们杀来 我们恐怕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那位范妖 如果要将圣州大陆各方势力的 首席级别的弟子排名的话 那范妖 绝对能够进前十 范妖吗 周园眼神波动了一下 微微沉默 道 这片地狱 有一座宝地的存在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这也是 为何圣公 会有这么多首席 赶来此处的原因 宝地 金章也是正了正 方才明白 为何周园执意想要留下来 毕竟在这玄渊洞天中 宝地就象征着机缘 只是 就算是有宝地的存在 如今圣公抢者汇聚 还有着那泛妖坐镇 想要抢夺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金章首席 要不你先带队伍撤离 我先探探情况 周园笑道 他也是看出了 金章极为的忌惮 圣公那位泛妖 所以并不打算 勉强候者同他前去 虽说周园 比较希望他们能够同他一起 毕竟圣公在这里 汇聚了将近三位首席的阵容 实在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即便三位首席之一的宁墨 已经被他给废掉了 金章沉默树西 然后一咬牙 道 你跑来救了我们 我们怎能将你留下 也罢 既然你想要去那宝地 那我们就跟你去 也算是为你助威 如果放任周园前去 到时候面对着圣公的人马 周园必然会陷入弱势 这在金章看来 完全是有些忘恩负义 周园威愣 显然是有些意外金章的回答 那宁墨被你中创 就算是能够救活 恐怕也无再战之力 如此一来 圣公那边 就只有范妖与王渊两位首席 总体说来 我们也不比他们差多少 金章缓缓地道 既然劝不住周园 那金章只能打算跟他前去 你们呢 金章看向身后其他的弟子 问道 那些弟子对视一眼 最后皆是咬着牙 如果周园首席有信心的话 那我们自然不怕冒风险 他们杀了我们十多位师兄弟 岂能善罢甘休 但终归并没有人惧怕圣公 毕竟身为苍玄宗的弟子 他们也是有着自身的骄傲 金章见状 也是有些欣慰 看向周园道 如果周园首席不嫌我们累赘的话 我们愿同你前去 祝你夺那宝地 毕竟对于那种宝地 我们也算是很有兴趣 周园笑起来 这一刻 他倒的确是感觉到宗门的好处 虽说在宗门内竞争不少 但最起码 在这种时刻 还是能够合作在一起 一致对外 既然如此 那就再合作一把吧 他对着金章伸出手来 金章也是笑了笑 伸手与齐握了我 希望这一次 能够将我们之前落荒而逃的场面 给找回来 第569章 泛妖首席 一座竹屋之中 竹窗之上 一道人影为你的躺着 面色惨白 呼吸微弱 胸膛呈现塌陷的姿态 显然是被中窗 看其面容 正是圣公的那位首席 宁墨 你们两位首席去追杀一个金章 竟然被搞成这副狼狈样的回来 在那竹窗旁 有着一道笑声响起 不过那声音虽然笑着 但其中散发出来的阴寒之气 却是另一旁的王渊 面旁微抖了一下 他抬起头 看向左侧 只见得那里有着 一名薛瘦的男子 男子皮肤极为的白皙 嘴角带着笑 只是那眼瞳 略微地显得有些心红 他修长白皙的食指交叉 正面带笑意地望着王渊 于躺在竹床上的宁墨 这一位 正是圣公写圣殿的首席 范妖 王渊道 苍玄宗来了一位首席救援 宁墨便是被他所中窗 哦 范妖淡笑道 难道是苍玄宗的首席唐木星吗 方才道是圣元峰的新晋首席 名叫周元 声音落下时 他能够感觉到 范妖的目光停在了他的身上 然后有着一道玩味的声音响起 圣元峰 你说的是 苍玄宗那个没落 不知道多少年的圣元峰 我可是听说圣元峰的首席 在那苍玄宗戚风中 始终居于莫座 他竟然能够打败宁墨 哼 是你们本事太差 还是我们的消息太落后了 听到范妖声音中带着的讥讽 王渊面色也有些不好看 哼了一声 道 那小子的元气星辰 同样达到了破万之数 并不简单 不过玄机他便是安耐下情绪 问道 现在宁墨怎么办 范妖淡漠地瞥了一眼 道 已被重伤 还流着一口气 以这里的条件 不可能让他痊愈 而且 就算是勉强养好伤 怕是也没什么力量 连一个寻常弟子都不如 王渊皱了皱眉头 如此说来 现在在的宁墨 几乎成为了一个累赘 范妖略显星红的眼瞳 在那躺在竹床上的宁墨身上扫了扫 眼中掠过一抹血光 旋即他上前一步 玩下身子 轻声道 宁墨 既然眼下 你已经没有什么力量 那就为了我们圣躬 再付出一些吧 那面色惨白的宁墨 呼得睁开眼睛 死死地盯着范妖 嘶哑道 你要做什么 范妖微微一笑 笑容显得极为的阴冷 他的手掌缓缓地悬浮在宁墨的小腹处 道 将你那辛苦凝裂而成的四色助神医宝 交由我来保管吧 他掌心一抓 血光在掌心涌动 只见得那宁墨的体内 有着四色光芒涌动 似乎是有着一团四色光团 缓缓地从其体内升起 宁墨的身躯激烈地颤抖起来 他面目都变得猙獰起来 伸出手掌 抓住范妖的脖子 不过此时他浑身元气难以催动 那般力量 范妖根本就未曾理会 范妖笑眯眯地望着 那自宁墨体内升起的四色光团 最后将其彻底地抓在手中 那是一颗如果石般的东西 上面缠绕着四色光芒 正是宁墨千辛万苦 方才凝裂而成的四色助神医宝 体内的助神医宝被强行剥离 那宁墨的身躯 也是痛苦地扭曲起来 他眼睛死死地盯着范妖 眼中满是怨毒之色 最终身躯渐渐地瘫软了下去 生机直接消散 本就处于重创之中的他 显然直接被范妖生生地折腾死了 范妖 你 那一旁的王渊也是有些震惊 他没想到 范妖如此狠毒 竟然直接趁宁墨重创时 反而夺走了他的助神医宝 范妖瞥了他一眼 然后手掌一滑 手中的四色助神医宝 便是分割开来 其中四成被他推向了王渊 他是自身无能 丢了我们圣公的脸 自然该有惩处 而且 以他这种状态 跟着我们 不过是累赘而已 你觉得 我们有多余的力量来照顾他吗 范妖淡淡地道 王渊望着漂浮在面前的四色光芒 其中所蕴含的浓郁玄渊之精 令得他怦然心动 你知道我们接下来的目的 那是一座六彩宝地 是我从一位小雷门首席嘴中 撬出来的线索 如果我们合理的话 这片地狱无人能与我们抗衡 少了这宁墨 我们反而能够分得更多 范妖语气不带丝毫的情感 王渊的眼神变换不定 而且此事的罪魁祸首 是那苍玄宗圣元峰的首席 我答应你 如果那小子还敢停留在这片地狱 我会抽干他的血 来为宁墨报仇 范妖盯着王渊 将那一团浓烈四色光团托起 放在后者面前 星红的眼瞳中流转着无情的光泽 王渊 你不会为了一个死掉的家伙 和我骄恶吧 王渊抬头看了范妖一眼 最终没有再说话 而是结果那一团四色光芒 她的眼中掠过一抹贪婪 毫不犹豫地将其收了起来 明智地选择 范妖笑盈盈地道 王渊冷哼一声 她看了看宁墨逐渐冰凉的尸体 道 我会告诉其他弟子 宁墨的死 都是那周园所造成 我们努力救了 但却没有挽回 范妖赞同地点点头 将她的尸体收起来 如此充沛的血肉 我之后可还有作用呢 她笑盈盈地说了一声 转身走出竹屋 竹屋之外 有着众多圣公弟子 范妖手握玉剪 有着光芒 地图在面前浮现 她的眸子 盯着其中某处 嘴角有着一抹浓浓的贪婪之色 浮现出来 六彩宝地 六色助神一宝 这种宝贝 就算是他们圣公的圣子 都会垂涎万分 眼下没想到 在这玄缘洞天外围区域 竟然也会出现 这是属于她范妖的机缘 在范妖新潮涌动时 忽有一道光影 自远处掠来 落在其身前 道 范妖首席 有消息传来 似乎是发现了 百花仙宫的一支队伍 进入了这片地狱 百花仙宫 范妖眉头微皱 她苍白的食指交叉 难难道 难道他们也知晓了 六彩宝地的消息 还有 面前的弟子顿了顿 再度道 好像苍玄宗那拨人 也并没有离开这片地狱 反而是再向东方而去 范妖闻言 顿时一正 目光投向地图上面 六彩宝地的位置 然后那嘴角 便是掀起一抹玩味之意 眼眸中的阴寒 则是令得四周的温度 都是降低下来 小雷门的这些王八蛋 嘴巴还真是比哭腰带 还松呢 好好的秘密 现在满世界都知道了 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她笑着喃喃道 不过也好 顺手帮我的好兄弟 您莫报个仇吧 也算是一番祭奠了 第五百七十章 巧语百花 这里就是你所说的六彩宝地所在 一座山头上 顾红一小手搭在眼前 望着前方那连绵的古老山脉 山脉之中 有着迷雾笼罩 那迷雾都是 隐隐有着绚丽的光彩散发出来 山脉中 不断地有着诸多嘶吼声传出 带着狂暴的元气波动 顾红一名谋看向周园 眼中带着询问 他们在将金章等人救下后 便是按照周园的指引 一路东来 最后抵达此处 而照周园所说 此地应该是有着一座六彩宝地 此地的确是颇为的凶险 一旁的金章 也是脸色 威胁民众地 望着那迷雾中的连绵山脉 他精通原文 所以 神魂也是不弱 感知远胜常人 所以他能够隐约地感觉到 在这山脉中 有着不少危险的元气波动 能够郁郁出六彩宝地的地方 怎会简单 周园对此 倒是不出多少的意外 他目光盯着 那弥漫的迷雾 皱了皱眉 倒 不过这些迷雾有些古怪 竟然能够干扰神魂的感知 这倒是个麻烦事 如果无法感知 那么胡乱闯入其中 就真的变成瞎子了 这对于他们而言 是极其不利的消息 金章也凝视着略显绚丽的迷雾 许久后 忽然道 这里的迷雾 在渐渐呈现一种稀薄的姿态 周园也是轻轻点头 显然同样是有所察觉 他微微沉吟 倒 先在此落脚 观测一下 再做打算 他并没有鲁莽地直接闯进山林中 毕竟此时的他并非是艺人 他既然带了两支队伍而来 自然也要为了他们的安全负责 而且 这座古老山脉 即便是他 都是隐隐间地感到一些危险气息 顾红衣擒手微点 然后便是吩咐了下去 此时苍玄宗两支队伍汇聚在一起 足足上百人 规模倒是不小 分散开来 一时间山头上也是显得极为的热闹 周园与金章 则是立于最高处 观测着迷雾的细微变化 而他们这一看 便是整整一日 经过一日的观测 周园与金章终于是确定 此处那彩色的迷雾 的确是有着稀薄的迹象 而随着他的稀薄 神魂感知也是渐渐地取到了作用 周园松了一口气 道 看来还需要等几日的时间 这里的迷雾 才算是最适合进入 金章也是点点头 但玄机犹豫了一下 道 不过这么等下去 恐怕会被其他一些人马察觉 瞒不住的 周园倒是想得比较豁达 他盯着幽暗的山林深处 道 而且 如果有其他人闯入 正好也能为我们分担一些 这古老山脉间 有着不少危险的气息 周园其实并不介意 有人来吸引走他们的注意力 金章文言 也是笑着点点头 而就在两人笑谈间 周园神色呼的移动 眼神威宁地 看向远处的天空 道 有人来了 而且人数 还不少 金章文言 面色也是一变 眉心神魂一阵 便是有着无形的波动扩散开来 周围那些苍玄宗的弟子 收到这道神魂传音 也是急忙汇聚在一起 严正以待 会不会是圣公的人 顾红一 周太 吕燕急忙来到周园身旁 问道 很有可能 这种规模的人数 而且 其中还有这两人元气波动极强 并非是法法之辈 如此阵容 在这片地狱中 恐怕也就圣公了 周园面色冷冽起来 道 顾红一他们心头一领 也就不再多说 如果圣公的人马 在这里出现的话 恐怕双方 必然会爆发激烈的火拼 苍玄宗上百道人影 目光皆是锁定远处 周身元气涌动 随时准备动手 而在他们这般 虎视眈眈的注视下 很快远处的空间波荡 有着大片的元气云朵 从天而降 其中隐约可见诸多身影 不过当他们在接近此地的时候 也是察觉到了不远处凝聚的元气波动 当即便是有着赫声陡然响彻 谁 那声音清澈悦耳 宛如百灵鸟一般 周元等人听到这声音 也是愣了愣 然后挥手阻止下 蠢蠢欲动的诸多弟子 此时那诸多元气云朵消散而去 远处的一座山头上 顿时出现了百来的身影 而当这些身影在出现时 这边众多苍玄宗的弟子 顿时睁大了眼睛 因为那出现的大批身影 竟全部都是一群 如花似玉般的美人们 苍玄宗这边男性弟子居多 在这危险地方苦闷了半个月 眼下忽然瞧得这么多漂亮女孩 出现在眼前 顿时就忍不住地发出了一些起哄声 是百花仙宫的人 金章望着那些倩影 却是有些惊恶 在这盛州大陆上 百花仙宫最为的独特 走到哪里 都是大群的阴阴厌厌厌 但如果谁因为他们是女子 就心怀小觑的话 恐怕会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百花仙宫能够成为六大巨头宗门之一 所依靠的可并不是美貌 看来这六彩宝地 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周元叹了一口气 这百花仙宫来到此处 必然也是得到了六彩宝地的消息 而此时 那远处百花仙宫诸多美眸 也是头像这边 我说是谁 原来是苍玄宗的人 你们这先前 是打算对我们出手吗 在那百花仙宫众多倩影最前方 一位身姿高挑的倩影明眸 有着高冷的看来 冷横道 那道倩影 身姿修长 倒是显得玲珑有致 瓜子脸淡上 擒着丝丝的骄傲之意 误会一场罢了 周元拱了拱手 眼前的女子姿容也是出色 不过她并没有什么心思 所以 神色也是颇为平淡 并没有因其容颜 就显得热情多少 那名女子显然也是察觉到周元的这般姿态 柳眉微醋了一下 不悦得道 我是百花仙宫首席弟子 赵如 你们苍玄宗没有首席在此吗 派一个七重天弟子 出来和我说话是什么道理 言语尖似有些不喜 觉得苍玄宗派一个七重天的弟子 与他说话 太过轻视于他 顾红衣一瞧的 那女人竟然给周元白脸色 柳眉一树就要发作 一旁的金章连忙先出声道 原来是赵如师妹 哼 在下林文峰首席金章 这位是周元 他并非是什么寻常弟子 乃是我苍玄宗圣元峰的首席 那赵如文言也是愣了愣 但嘴上却没有多少服软 依旧是道 是那没落到极致的圣元峰 你们苍玄宗道 也是奇怪 竟然能让一位七重天实力的人当首席 在你们眼中 首席有这般不值钱吗 他这话一出 就连金章眉头都是皱了起来 不过不待他说话时 在那赵如身旁 一名轻衣女子 呼得将赵如拉开 那是一位有着鹅蛋脸的美人 气质温婉 他先是冲着周元歉意的一笑 道 我是百花仙公首席 唐小燕 先前赵如师妹多有得罪 还望苍玄宗的师兄不要在意 周元与金章对视一眼 也是抱了抱拳 表示无爱 不过经过先前赵如的态度 他们倒也是 没了深聊的心思 一时间 双方气氛竟是有些尴尬 而就在周元打算 先让金章去应付下对方时 在那百花仙公的弟子中 忽有一张白皙娇俏的小脸 冒了出来 绿色的长发 显得生机勃勃 他一对乌黑的大眼睛 直溜溜地看向周元的方向 然后眸子中 有着惊喜之色蹦射出来 周元 周元 是你吗 在他的小脑袋上 一只冰蓝色小鸟 也是跳了上来 叽叽喳喳 听到喊声 周元也是愣了愣 然后目光投射而去 当他在看见那张熟悉的小脸时 眼中也是忍不住的 有些欣喜之色浮现出来 绿罗